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皮帅的感觉让人欲罢不能 所谓一刃千面 面面惊艳 这是很多粉丝提出来对任嘉伦的评价 并且这一评价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有评论大赞 这个大背头造型可不可以扮永久啊 任嘉伦就是这么百变 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 但又驾驭得相当出色 有超级粉丝也提到 喜欢任嘉伦就像是在开盲盒 我们永远可以相信任嘉伦在造型上和人设演技上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突破 盲盒有趣在于不确定性和神秘感 而任嘉伦同样是个宝藏艺人 给粉丝无限精彩和惊艳 我想很多人对任嘉伦的印象还停留在锦衣之下 酷酷的锦衣味 其实任嘉伦已经有了更多的影视作品 无论是秋缠 不说再见还是大唐荣耀 都向观众展示了任嘉伦是一个正在努力的 想要成为多元化的演员 目前任嘉伦已经尝试了很多类型的角色 历史剧 宫廷剧 都市剧以及战争剧 他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甚至这些剧让我父亲都看得津津有味 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老少童吃 在这个剧中 罗承是天才编剧齐连山笔下的人物 齐连山是暮色新约的男主 并且这个剧是剧中剧 也就是说任嘉伦饰演了罗承以及齐连山 其实在刚开拍之前 就有很多人对这部剧不抱期待 原因在于女主baby演技受到诟病 并且女主形象可能演绎的不是很出色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值得一看的 至少有了保底任嘉伦 正如其粉丝说的那样 任嘉伦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 这样一个背头装竟然有一种经验感 这种感觉应该是很少有人能够驾驭的 作为一个流量演员 任嘉伦真的是很优秀的 在他这里流量不再是贬衣词 更多的流量演员似乎没有作品 反而只是靠流量圈钱而已 但是任嘉伦却是不同的 只是在演技上钻研 或许对他来说 流量只是附带的吧 长得帅也确实有优势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颜值粉 但是任嘉伦通过自己的努力 将颜值粉转化为角色粉以及演技粉 这对人来说是很难的决定 毕竟拥有了流量 就很少有人会再去努力完善自己了 说白了就是洽烂钱 我也很开心任嘉伦并没有这么做 娱乐圈也需要更多像任嘉伦一样的演员艺人 丰富自身能力 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任嘉伦其实还有不少新剧 暮色新约 齐连山 罗承 顾旭阳 玉交际与君出 相识长意 蓝艳突击 李西成 都是任嘉伦即将热播的新剧 也希望能够看到任嘉伦不一样的人物形象 不得不感叹任嘉伦的粉丝也非常出色 为了爱豆画了好好看的漫画图件 里面都是嘉伦饰演过的影视形象 粉丝和爱豆双向奔赴的爱 看得令人热血沸腾 忍不住为他们打call 期待任嘉伦 暮色新约 与君出相识蓝艳 突击和请君等精彩作品 早日和大家见面吧